作詞 作曲 李宗盛 聽到主持人他們強調 民進黨這次的目標就是希望 國會能夠過半 加上蔡總統能夠順利的連任 因為立法院席事過半 對於執政黨在執政上面 是比較能夠推動各項的改革 我們來聽聽蔡英文說什麼 大家一起加油,好嗎 2020年我們一聽到你,好嗎 2020年台灣表演 台風要先贏,大家發吧 海外人,有沒有信心… 你們要吧,三點也要吧 三點也要吧 謝謝…大家,謝謝 好,我們聽到蔡總統在台上 講話是非常的驚豔 而且台下的所有的民眾 也都非常的熱情 蔡總統也喊話了 2020台灣一定要贏 這個部分的贏的部分 除了是國會一定要過半之外 蔡總統也一定要順利的連任 再來就是屬於台中這個部分 有巴西的立委 也是希望巴西能夠全部全雷打 以上就是來自現場的最新狀況